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5月1号周一 赶上了新的一个月开始了 又是恰逢周末八戒在这里 先祝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 每天有个好心情 美国买房找八戒 必坑排雷防欺诈 那么先打一个小广告 八戒是加州地产经纪人 各位如果有兴趣有需求的话 可以联系八戒完成整个加州的房产投资 房产买卖 包括整个一条龙贷款情况 八戒都是全力以赴 我们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个非常重磅的福利 关乎于加州人民的幸福生活 到底是哪些重磅福利呢 且听八戒一一道来 首先是第一个方面 关于加州正式通过了周一会 目前AB65法案 很可能给全加州的符合条件资格的 每个月无偿补贴1000美元生活费 那么到底是什么消息呢 八戒稍后给大家做一点详细解读 第二个方面 看一下来自目前加州劳工部 EDD最新的推文和相关的消息面解读 特别是劳工部正式解读了很多朋友们 遇到的事业金难以支付的问题 很多朋友们一直是连续认证了两到三周 甚至是三到四周 但是事业金迟迟没有付款 加州劳工部终于是以书面形式 给出了相关解决方案 八戒给大家一起解读一下 那么最后来关注一下 相关于加州目前 荆州刺激法案 每个家庭每个人可以提供 600美元相关的疏困金 到底又是如何领取最新的消息面 给大家一起解读一下 好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先赞后看 转发分享 如果有想支持八戒频道发展的 欢迎借记订阅八戒的油管会员视频 给八戒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 我们这就言归正传 首先来看第一个重磅福利 在本周一 目前加州州议会税则税收委员会 正式表决通过 目前是以六票赞成 三票反对 通过了名称为AB65 美国加州基本收入法案 目前在州议会获得了第一次表决通过 那么按照该初步法案的版本 规定只要是在加州目前生活三年以上 并且是年满18岁以上的成年人 并且这个成年人的居民收入不超过加州 包括各个county的收入中央数的百分之两百 那么每个月都能够获得加州整个的补贴 每个月1000美金 一年可以获得高达1.2万美元的相关福利补贴 那么整个的补贴将由美国全国人口普查委员会 根据各county的人均收入来做出相关的限制性 如果该county一年年收入人均是在4万美元 那么你的收入必须是在8万美元以内 你都能够有资格获得每月1000美元 加州全民收入补贴 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地方 那么在前几年加州其实也有州议员提出类似的基本收入方案 但是最后都是无疾压中 那么本次这样一个AB65法案 是否能够走到美国加州参众脸院的州议会进行最后的表决 然后付诸实施这样的一个议程 大概还需要等待6到10个月的进程 那么目前根据加州税责委员会正式的估算 每年大概会花费超过670亿美元 到最高1290亿美元 那么这笔额外的税收税款如何能够获取上来呢 很可能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终很可能还是全加州人民买单进行额外的加税 那么各位朋友应该也知道 整个加州目前的Sales Tax 整个的税车已经均价达到了9.5%以上 在目前洛杉矶某一些county已经高达了11.5% 非常的吓人 那么希望这样一个立法能够得到最终实施 可以帮助加州的中低数家庭能够获得额外的补贴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重点关注 加州劳工部最新的推文 关于目前很多朋友们 一直是受到了失业金付款判定很长时间的影响 有的朋友们在底下私信微信 包括群组里面跟八级诉苦说 每周都是按时验证 但是基本上从3月中旬到现在4月底 还是没有拿到任何一分钱的失业金付款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目前在前两天加州劳工部正式连退了几条推文 给出了如下解释 八级给贵婚解读一下 首先为什么你们会看到后台 有大概好几个等待付款的判定 和没有付款的状态 这是由于你们整个的认证 如果从第一次认证开始 到现在还没有付款的整个时间 跨度超过了10天的话 并且你们看到了你们整个的锁藏状态 一直是处于判定的状态 一直没有完成付款 则能够证明你们目前的身份状态 目前的失业金这个CAS是有明显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见证 你们到底是哪些问题存在 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第一个可能性 你们必须报告你们该州的工作的总收入 无论是1099还是W2 都是要进行报告收入 如果你们一周的收入过多 则可能你们没有办法享受 该州的任何失业金福利补贴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个呢 合适的工作 如果说你已经获得了加州劳工部 或者是后台的网络 给你推送的相关的工作 但是你拒绝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安排一次电话的interview 也就是电话访谈 要确定你为何会拒绝我们推荐给你的工作 我们还将继续联系给你提供工作的雇主 以便能够确保你们整个的原因是完全属实的 是由于你们感染了冠状密毒 或者是类似的原因 以及等等有相关震荡的理由才能够拒绝 否则的话你们所有的拒绝工作的理由都会导致你们没有资格继续获得加州涉金每周的付款 这也是大家一定要相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另外呢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申请加州涉金 则可能你们需要等待最少两周最长三到四周的审核时间 因为目前整个积压的案件大概是超过十几万到二十万个索赔案例 并且目前加州整个劳工部呢都是在进行人工审核RD点灭进行视频通话 验证你们的资金状态 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 那么最后呢 如果你们登陆UI Online这样一个后台 还是继续显示你们有数周等待处理的案件 一直是没有进行任何的付款 则表明非常大的可能性 你的身份已经是验证失效 或者是验证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资金整个的状态 或者是你的资金资格是完全不符合付款的要求 则必须提出进一步的响应 响应你们的身份验证资格通过RD点灭 或者是通过电话访谈的形式确证你们的身份 另外呢 要提供你们所有证件的元件上传到后台进行视频验证 那么以上呢 就是目前加州劳工部给出的相关的四点解释 那么巴谢在这里给大家最终再补充一点 如果大家整个的失业金认证已经超过10天 还没有付款的话 一定不要犹豫 赶紧打我屏幕上面这个电话 一定要给你们最快的解决范 就是准备好你们所有身份证件 赶紧主动打电话过去寻找人工客服 要求进行追溯身份验证 要求进行追溯 赶紧把你们没有付款的两周或者是四周的失业金 赶紧要给他追溯付款 否则的话 你们整个失业金状态就会完全被冻结 那么很可能也会影响到你们之前已经领取的失业金 很可能系统会给你们来一封信 要求你们如数返还之前的所有领取的失业金 认为你们正在欺诈加州劳工部等等情况 巴谢在底下评论区 包括巴谢的后台微信里面 已经收到很多很多的网友这样的咨询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问题 那么相信在目前的纽约州 新泽西和目前的德州也有类似的情况 大家一定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目前各州劳工部提供的官方电话号码 好那么以上就是来自目前加州劳工部推文的相关至关重要的信息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来自加州关于荆州刺激法案 在这样一个荆州刺激法案当中已经是明确显示 2021年5月中旬开始正式落地发钱 如果你们个人或者是家庭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内 或者是个人年数在3万美元以内 但是并且同时你们在去年一年报税的时候 没有提供任何的财产性收入 比如说你们的投资所得股票所得 或者是出租房产获得的租金收入 如果没有这几项被动收益财产性收入的话 你们整个的收入都能够达到3万美元以下 或者是7.5万美元以下 那么都是有资格可以获得荆州纾困刺激法案 成年人基本上富裕双方都能够获得600加600 1000200美元 那么包括目前加州整个的非法移民 如果他们的收入包括整个的情况也是符合的话 1200美元的整个的荆州纾困金 那么另外 如果你们有儿童还能够获得EITC儿童的退税补贴 那么整个国税局的报税是截止到2021年5月17号就截止了 大家赶紧时间提供你们所有的报税资料 联系你们快捷师完成报税 好 那么以上是来自加州纾困刺激反当中的最新消息 很多朋友们也是在问为什么还是没有到账 已经报税如此长的时间了 那么现在已经是进一步落实 5月中旬正式开始发钱 大家可以赶紧完成报税 领取你们输公金600美元应该拿到的 好 那么最后一个消息是来自加州的健保 目前健保已经正式再次的告诉给各位朋友们 整个的加州健保已经完上了整个系统 获得了超过30亿美元的相关补贴 如果大家在未来的时间还没有相关的健保服务的话 可以联系你们的健康保险经纪人赶紧申请今年的健保 那么整个申请过程非常迅速 而且你们能够获得30亿美元当中属于你们 根据你们家庭收入能够获得额外的健保相关的额外补贴 比如说你们一家四口每个月应该付出的健保 比如说87号行计划一个月大概是550美元 那么获得这样一个额外30亿美元相关补贴的话 落实到你们家庭很可能你只需要付250 或者是280美元相关的健保 就能够获得整个全年的87号银计划 那么这也是加州健保最新的相关推文 好 重磅福利消息八戒给大家解读到这里 如果还有关于加州或者是纽约州 德州新泽西州等等相关各州失业金 不太明白的小伙伴可以在底下评论区评论 或者是加入八戒的微信群组 或者是跟八戒私聊都是可以获得相关的及时帮助 大家也可以去回看一下很多问题 八戒之前很多期视频都是有过相关的明确解释 包括下方评论区有很多热情网友都是在互相解答 那么大家可以去先回看一下 如果没有看到可以再进行相关的提问 那么另外八戒也是加州目前的地产经纪人 如果各位有想买房的话 可以积极的联系八戒 八戒房大家买房包括贷款 都是可以给大家一条龙进行相关的服务到位 好 那么以上就今天整个全部内容 有喜欢八戒的小伙伴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